現在最怕病毒百發百中 读文副中生不聞人語想 因为台大师大等多所大学的宣布 一律远距上课到学期末 同学一律变网友 但是在凶狠的疫情下 校园本土确诊人数最多的是小学生 目前有两万五千多人 大学是一万六千多人 但是小学生还是勇敢的背着书包上学去 家长提心吊胆 不过教育部长潘文中 前几天才帮大家壮壮胆 但是立法院法这局说话了 引用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立民的建议 先前规定两个人确诊就全校停课 是有依据的 主要是因为两个人确诊 表示病毒再蔓延 加上美国CDC今年四月二十六号最新研究 儿童跟青少年比成年人更容易染疫 因为每四个人当中就有三个人验出抗体 建议高中以下的学校避免短期反复停课复课 因为疫情高峰预估落在五月底 高中以下的学校应该评估 直接停课到五月底或学期末 避免染疫风险并且减少师生的困扰 现在教育部正在研商讨论中 到底还要不要让小学生一边上学拼啵啵吗 一边去拼命 华视新闻黄明慧方晴年台报道